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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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抱歉 中醫師們給足面子 畢竟是陳時中後援會成立 但就是這場合 全處本來有中醫師要抗疫不滿 衛福部突然緊縮清冠一號用藥 讓陳時中漏夜要求 王必勝修正 政策才急轉彎 不是地下部長 要不要跌 地下部長就跨很丟 我也有資格 去跟衛生福利部溝通任何的事情 因為我仍然 我是一個國民 不知台上要澄清一下的台再講一遍 就是因為被藍營酸 地下部長 為什麼現在疫情指揮中心的命令 好像都還是有背後有陳時中的影子 沒有聊到清冠一號 聊到所有的醫療政策應該以人為本 那時間點是什麼 最近一次禮物 沒有 已經很久了吧 但一個小時前 部長似乎不是這樣說的 部長沒有去見王必勝 王必勝我當然會有見過 那當然這些相關問題也會有所討論 那我還是認為就是說 應該以國民的健康為最大最前的優先 最後陳時中禁辦趕緊發聲明補充 說並不是針對清冠這件事 意思是常常見到也會就不同防疫議題 討論 沒有人 我沒有接到 所以他完全都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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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本來就是我們 內部跟那個中醫界 因為第一個反應就是中醫界給我們的 給我們的一些訓職 陳時中即便卸任 兩個月過去的疫情種種 就算想放也難逃脫 TVBS的許國安理智恆太誇張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